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 BG Port, 我是 Ross 我旁邊有這個不太出鏡, 但很出名的店長聲 我們現在在鎖車, 由 Assen 回到荷蘭, 回到我家 由於路途遙遠, 已經去到高速一條大直路 沒有理由不再拍攝我們最需要拍攝的 Ross Drive DRIVE UP 的劇情, 和我之前拍攝的影片 都是講回 Assen 的感覺, 一些想法 首先, 今年是我的第二年來 Assen 今年就從去年開始第二年 有些觀察, 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 我記得有幾件事都很有趣和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件事, 可能有些去 Assen 來的人都會知道 但這是我第一次發現的事 因為這是我第二年去的 原來攤位的擺法是一樣的 所以, 你是那個位, 下年又是那個位 所以, 因為我認路都可以 所以, 變相不用看地圖 除非某些攤檔 可能是大了, 可能會特別一點 但其實你會很明顯留意到那些大的廠商 其實來到這個位 FFG 永遠是Hall 1 Hall 2 通常是一些 Accessory 一些二、三線的廠 很多的insert 還有很多德國的publisher 都在那邊 4、5號的Hall 很多時候是一些比較新進的 或者是一些外來的publisher 可能是西班牙、台灣、法國 都在那邊 然後呢 Hall 7 sorry Hall 6 Hall 7 通常是一些 再 Accessory 再動慢一點 那邊就再少人一點 去精品系列 或者買馬展 第一樣的分享 Hall的分佈 原來連年都差不多 所以你沒有什麼 其實就好像每年來一次 但是其實你預期的東西都很相似 我覺得我今年和我去年去的Ason 本質上其實就很相似 但是呢 在次之餘呢 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 我覺得有幾樣東西 看一下 不知道是聖年長的同樣 都可以出聲 第一樣就是 我今年其實大作 好像沒有那麼驚喜 還有另外一件事 可能因為今年這些大作 沒有什麼驚喜 也可能很快 人們都對殺下去 就已經瘋了 今年其實你真的EURO 叫做衝刷的EURO 其實叫做 大家引起多點Noise 其實都是不外乎 就是眾神之神 Newton Bank of Hong Kong 除了Bank of Hong Kong 原來本身裝飾 以為很少貨 原來多貨到飽 之外 Newton和這個眾神 都是極速賣光了 已經極速賣光了 我沒有記錯 就是Newton 是Day 1已經賣光了 而這個 叫什麼 叫什麼 眾神 都好像是Day 2已經賣光了 不過眾神 有一個特別的東西 就是其他語文的版本 賣到最後一天都還有 但其實眾神 除了Woo Book 之外 其實沒有任何文字 所以我也不明白 有什麼分別 價錢都好像一樣 所以可以貴一點點 不過可能有些完美主義者 鄧英文 都是沒有特別的 但是除了這幾隻之外 其實大作好像真的不是太多 或者人們都不是去狂唱 那些什麼SF 啊 玫瑰山那些 賣到Day 4都還是有 都沒有什麼問題 都會有很多貨 不知是Publish 印得少 還是 還是 印得太多 還是真的 都已經 這些大師 都不是太有 叫了 甚至乎 我們總之誇張到 看到那隻什麼 玫瑰山味 那隻叫做 不是 做了春夏秋冬的 Patchwork 今次的Spring horror 誇張到 減價 因為 上年那隻不行 上年那隻 是啊 人們已經開始覺得 我可能要看遊戲 我都騙極了 不過我覺得另外一個 不過當然 都有些 都繼續是 下一集都繼續受歡迎 即是 我講的 Expansion 受歡迎 例如說 可能ASU 下一集 我看到很多人都是 叫Ling 其實我還沒試 或者我們這兩天試一試 是不是真的這麼 我自己看它 壓軟 ASU也是買 大西鐵礦 又很早 已經 原售 接著 就是 Terraforming Mars T Expansion 就是 每個人都好像 它真的像印人紙 那樣的 就是它出什麼 Expansion 我告訴你 它出什麼 Expansion 在地球 很多人都是照買的 我告訴你 也是照做什麼 有一點的消息 我臨走的時候 去了 Terraforming Mars 那個Publisher 就問 未來怎樣 我想買Insert 究竟 究竟 出什麼 Expansion 沒有 他們都說 其實還是有時間出 我告訴你 至少還有一個 但是 因為我之前 我明明記得 Strong Hole 受訪明的時候 都說只有四個 又來多一個 我感覺到 它真的覺得 好像 會生金彈的雞 一樣 對 一隻隻金彈 我相信今年 他們連著 只賣Terraforming Mars 我想 沒有一千 都幾百 因為一千 一定是國際千隻 去賣 每個人都拿著 買開繼續賣 所以 真的有時間 而且太容易 出了 Expansion 再出幾十張卡 又來又來 就是這件事 甚至乎 Face of Odin 都很多人在問Expansion 但不知道為什麼 英文版 引得那麼少 很早已經沒有了 即是Day 1 都只剩下 Pre-order 這件事 也是一件事 即是Expansion 當道 也是一件事 還有今年另外 我也會發現 很多那些 除了砌圖遊戲 就是Catry 會說 很多在上面畫的遊戲 那些叫什麼呢 例如是Horror Game 他們今年出了那一款 Real AIM 就是Real AIM 是一款 我今天終於看了一個遊戲 就是HAPPY 我知道他已經入了 我已經不開名 sorry 我已經入了全套 大概 我會理解一款遊戲 其實就是 你是有 你扔色 就出現了不同的路軌的形狀 有些是路軌 有些是路軌 那你就要根據扔色的 在地圖上 在地圖上畫 你畫了之後 就在第二回合 又再扔色 然後你畫的情況 譬如說 我已經畫到這邊 如果扔出來的 原來要直路 那你就要想辦法再直路 那樣 我覺得是有點幸運的成份 但有計劃 這些不是我後味的遊戲 但現在我都很流行 那些是什麼呢 拿筆在上面畫 就是好像 那些膠片 Captain Sonna Captain Sonna 那些 甚至乎那些紙幣 WELCOME TO 都很受歡迎 就是這種遊戲 我不知道 可以不會好像 Story Driven Game 變成這麼大的浪潮 但你看到這些遊戲 今年都幾多下 不難不提 我覺得今年其中一個 如果真的說攤位 去年和今年 即是擴大了 那我會預計 就是被他的熱舞 是大了 我覺得HORROR GAMMIC 其中一家 我自己覺得 幾明顯地大了 去年阿Sing 我們都是見到 他這個BLOVE仔 我還在一個很辛苦 去逼那個 大了一倍 不止 我也大了兩倍 我也大了三倍 兩、三倍 之前只有一欄 在HALL 1 他這次在HALL 4 升了差不多四倍 差不多 我猜 十五張DEMO TABLE 過了一個 referring sorry 這個 referring 好像在 我覺得 很多人 會 會 會 我覺得他其中一間 最明顯進步的廠 你有沒有哪一間廠 是特別的進步 好 我們先重新HALL 4GAMM 如果是HALL 4GAMM 的話 我的消息 就是 有兩位好朋友 他們兩個分開了 各角 好像HALL 4GAMM 我記得是有一個 地線老闆 是 已經不是HALL 4GAMM 沒有了 所以 都不再推出了 沒有了 記得賣了VVN 全板社 剛好 有的 dietary 就走了 但當然 分不掉之後 加些 WCKB 可能借錢再租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這樣 但是 推的挺厲害 另外一間 我覺得 上年都這麼大 很远再人大了,是那間Gam Brewer 即是出PACCQ 今年那兩隻故宮和Genery 都很多人試 很多人在那裏排隊去賣 我覺得這些是新的廠 我自己覺得攤位越來越大 越來越受歡迎的一些 有什麼廠你特別留意嗎? 反而好像Roxy那些 始終別人給公開那些很棒 Dyce Throne 那個 你都愛了吧 自從他重新製造後 所有的東西都留意 好像今年的PACC 好像現在變成 這間公雞還是Roxy 始終是美國廠 還是加拿大廠 加拿大廠 所以這裏就不是他的住場 我相信他的攤位都不敢搏 但我感覺到他都越來越大 其實他都大了很多 上年我忘記了他 因為前年他陪在我看 應該是三年前 三年前 在我看他公司的隔離 那時候他都是同樣的 size很大 很小 現在很大 所以這間廠 最近是銀石成金 真的 看到很多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的分享 看到一些廠 有些廠就越做越好 越做越大 越做越多 TITLE 都要看得到 挺有趣的一件事 但也有失望的 有些 好像RESPO 那些 RESPO 對 那要講一下失望 今年RESPO 就似乎 差一點 RESPO 如果你們不知道哪一間 RESPO 就是 7 Wonder 那一間 其實 我的理解 他除了7 Wonder之外 就主要做Family Game 為主 去年我們都大推 When I Dream When I Dream 我們明明覺得 玩得不錯 但最後面 好像在Noise 香港還是外國 都好像不覺得 有什麼事 跟什麼Code Name 完全不可以 就是在Party Game層面 Family Game層面 今年更糟 就是類似踩踩滑滑的遊戲 然後7 Wonder 又繼續出延伸 老闆 但是 這樣就 好像 BOOF 就差不多 但是人流 那個Focus 還是漂亮 還是一線廠 但是 真的 差一點 另外 還有 還有 有 飛豬 飛豬 也沒有大 飛豬 有一隻 我們未試過 好像航海那隻 但感覺上一半 但是 另外 那間 叫什麼呢 它今年如果真的要最大分 就是Stone Age 十周年 算是大作 都是一些翻炒 又是 又是 失望一些 還有哪一間 Portal Game Portal Game 其實今年 他們還有一個 Keynotes 我還想著 有什麼大新巨型作 所以下年期待 想著去 怎知道 不太累 忘了 幸好沒有去 浪費時間 如果去的話 全部都是 Expansion 全部都是 Expansion Hide Expansion 可能很棒 有什麼 Expansion 好像 Strong Hole Expansion 這個 Fifty Ones Day 有 Expansion 有些 Cut Expansion 大的 Expansion 好像 Robinson Crusoe 有些 大的 Expansion 還有 Detective 也有出的 Expansion 我覺得 他學了 FFG 那些 這些 Expansion 我覺得他越來越誇張 比FFG 真的 真的很誇張 那 對 這些是 一些 廠的動向 新作的動向 有沒有 什麼 遊戲 是特別 可能 最後一天 會再 Eye Catching 或 四天 會覺得Eye Catching 一點 講事 那些遊戲 我也拍片 你可以看回MGP 不拍片 如果你說 今天 的話 我自己有一隻 Lucky Game 那隻 MU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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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 我都值得留意 應該差不多上 Kickstart 拍不出的影片 就可能 不出 因為應該是 10月1個星期 3月1個星期 對不對 3月1個星期 他呢 玩什麼呢 他就玩 這個 每人 即是 Dead Bill 玩Dead Bill 就是 他的 風格 就是 我們是一些 不同的種族 就 放進去 二邊的Bot 就可以有些 特別的技能 而你這隻 怪的技能 就好像 Dead Bill 就會由一隻 牌放進去 每一張牌放進去 你的Bot 就會有些進場 而之後 你每一回合 你每一回合 都一定要出張牌 就要把那些技能 即是 將你二邊的Gines 推進去Dead Bill 但是 你 因為 那張 遊戲裡面 就有三個武器 入就是有一個位 然後把那些牌 向左向右 但你一入身 就要怎樣都要退一格 而你每一張牌 放進Dead Bill 的時候 又會有一個Leave Game 有些Leave Game 可能會有一個Dead Bill 有些Leave Game 可能會是 如果你高分過我 我打你兩場 那你就要想一下 那我的遊戲 即是我的牌 我放進去的時候 什麼時機 什麼時機 去進場 什麼時機去放 還有你要怎樣 去建立自己的Dead 還有一些種族 就是 我起手有四個種族 那個種族 就會有一些二面牌 給你去買 那可能有些技能 有些會比較強 有些會搞多變化 有些會搞多變化 我覺得幾有誠意 還有 Artwork 都幾好 不過呢 就要留意一件事 因為你看過那間Lucky Game廠 就是另一間波蘭廠 現在波蘭廠是另一件事 我覺得波蘭廠是非常多好的作品 而且越做越大 波蘭廠真的值得留意一件事 說回來 這間公司 我之前都中了 那隻 Silicon of Time 即是用Apps查案 但有一件事 我剛才都忍不住 跟他們談完 即是跟那些 我都說 希望做得更好 就是說 那些Component 都是很難 即是 我都不明白 即是 如果他們說是 即是說他們的Kickstarter定價 就不想做那麼高 可能在說 Core Game 可能是三四十五元 其實 現在這個世代來說 不算是 即是 其實是算日量心價 但是呢 有時候有些字 印到 真的好像那些 什麼 拼得爆 卡也好 或者是 那些 Player Map也好 那樣 我跟他們說 你查案那些也算 你不同地圖用完 就算 你不是Rawande 和洋 但你這類的Dead Game 還要你本身這遊戲 那麼著緊 你那些圈排 那些圈排的話 那你其實是 真的 真的不該做好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 真的 大家都失望 那這樣 那 希望他有 聽大家的意見 他什麼 但是 你留意 他這遊戲 我覺得這遊戲 那些藝術都值得留 都是漂亮的 Gameplay又好像 幾interactive 有幾多 去Dead Building 不過有件事 會尷尬一點的 就是 你平時Dead Building 你不是有一個 基本步 大家是搶的 這個就是你本身 那十二張 就十二張 但是你會Random 就是分成四搭 就有出頭那張 那你又不知道 可能你想要那個 會不會下張去開 有這個 無謂的Random 同時 你又不能搶牌 但是當然 他說他會 有一個Random 就是可能他不會 將那些種族 即是那些二面牌 會Draft出來去做 這樣令到大家 可以計劃自己的 Dead 是怎樣 本身 本身的 那 儘管看 必不必入 就未去到 未知道 但至少就知道 也試過 或是聽完 Rose Grind 這類的 現在是Kickstarter Game 我覺得來今年去Axson 其中另外一件事 就是 除了去 試的Existing Publish 即是 來Axson 因為Axson 真的不多 越來越少 那大作是欠鳳 而另外一件事 就是 都會比較 什麼 很多時候 真的去試 現在Kickstarter 將會Kickstarter 的Game 很多Kickstarter 的資訊都在那裡 因為很多廠 instead of 用來賣Game 就用來宣傳你的Kickstarter 我就不斷用他們的方法 去宣傳Kickstarter 甚至會有幾點 有幾間 就是宣傳已經做到的Kickstarter 然後等你後追 Lay Patch 都是一件事 即是 Kickstarter 和Bord Game 好像真的 已經 越來越 怎樣說 即是 不能分割 好 我越來越無法分割 越來越有關連 我以為 Axson 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 所以 合作是 Kickstarter 真的很多 真的有幾多個 特別是四五號 那些 中小型廠 說出來 Kickstarter 而有一些 中型廠 都開著Kickstarter 即是 連Warsap Game 之前不是很困難的 都要Kickstarter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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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也不知道 哪一間 不做Kickstarter 即是 不做Kickstarter 除了Axmond 那一堆之外 都真的 數得完 廠號 呃 遲早的事 呃 遲早的事 哪個 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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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我們下面的 都要用Kickstarter 你想想 整件事多麼嚴重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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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分割不到的 今次Axmond 這個感覺都幾大 那 還有沒有 什麼 Surprise 或是 我覺得另外 就是那些 要做得更漂亮 要做得更誇張 除了什麼 只要說Insert 那些東西 都幾多 多少 Insert Gaming Table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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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那些 食塔 Play Mat 打掌用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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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充滿著 這個叫做什麼 都真的 很多下 龍盾也有 尖書 對啊 那個人真的 真的被人誣了幾個 那些 真是 那些 無故 龍盾 我真的要快去查一下 我真的要被騙了 我明明就想去龍盾買一些Clean Sleeve 就是準備來這個Key Forge Key Forge 要用不是一定要的 但我覺得最理想就是要透明卡套 老實說 Asson 買東西是便宜一點的 跟我Local Store 比 Local Store 十元一個 八元一個 沒有說價錢 便宜一點 還有那些 叫做Ason Exclusive的那種顏色 雪米白 是不是雪米白 龍白 它叫做 以及 Kickstarter Exclusive的 Playman 我心想見樓 買不完 還有那些Coin 很有型的 我最後忍著沒有買到 只是買了Sleeve 我真的全是這樣的 以後被騙了幾紋 就是這些Accessory 很認真 亦都做得很好 都是大廠 都很多選擇 是沒有爭 就是今年 上年都多了 今年好像在於多 就是那些Accessory市場 越來越做得好 都見到很多名設計師 我們今次見到哪幾個 我們見到Marty Models 見到SF 雖然雜有不成功 對 出了一點意外 但是 店長升就演習了 因為 其實 真的 你去去這些 今年不是第一次見到SF 今年第一次見到SF 第一次見到SF 其實SF的人又這麼高 其實很容易認的 但其實真的應該是沒有 今年每個都差點見不到 應該有你的 不過 可能是錯誤 可能是錯誤 明設計師本身也是Pubbitcher那些 那些 就很多人都出現了 就是 什麼Innasi 就是 叫什麼 Portal Game 那個 就是 年年都有的 然後 還有 還有什麼 今年 就 阿Michael 阿Michael 上年 Asu 上了一層台 其實他本身 設計的遊戲都OK 但是 阿蘇真的幫我推上新台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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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 有些設計師就是 太誇張了 阿蘇 阿蘇第二集真的很好玩 真的要去Fight Track才知道 我覺得 我自己看了 遠距來看別人玩 我覺得 已經沒有了那種感覺 就是 問一下美國 阿蘇最有利 是啊 不是 他不肯承認 他不肯承認 但是 似乎是 繼續 Asu 45 6 7 8 就再出下去 就不奇怪了 我都叫他快點選個數字 很難認識 那 還有 什麼設計師 我們看到 阿馬仙 中俠 譬如說 你最愛Cancordia 那個Mark 我懷疑他有份 所以 這應該是他 應該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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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都 他都 整天都凍在那裡 這樣 這些雜油也不難雜的 但是真的那些 沒有跟開 某一個廠的 即是 可能 玫瑰山 什麼那些 這樣都難一點 其實都有一雜多個 不過我沒有派到的 就是 KH很喜歡Predo Game 那一個 Sebastian 今年他也有出的 Saw Minion 我想試 但真的沒有時間 或者沒有機會 看看BG Point 那些人 看看會怎樣 但是 這些設計師 都會 偶爾出現 這些設計 還有 7 Wonder 我也有來的 不過去年也有拍到 但今年沒有什麼簽 我們簽了Colo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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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mba Colomba 那段影片 又要再去解釋一下 就是說 有什麼呢 就是說 很多人 之前有留的comment 其實不要開玩笑 我自己都看錯過 其實 Marco Polo 的作者 很多人都喜歡Marco Polo Marco Polo 的作者 其實有兩個 他們設計完之後 他們各自做了類似的遊戲 所以很容易混亂 但是 那些人 又再做其他遊戲 又會跟其他設計師一起合作 就好像生態效果 究竟哪些人和哪些人 所以真的要認名 如果沒有記錯 如果大家是Marco Polo的粉絲 Marco Polo 有兩個設計師 一個設計師 就投資去做Lorenzo Lorenzo的另外一個設計師 就跟我們那些設計師 一起製造了一個Columbia 所以大Columbia 那兩個設計師 其實就沒有做Marco Polo 是能過的 而Marco Polo 的設計師 就是做了它做Newton 以及現在Kickstarter 在做的那隻Brush 就是Lorenzo 那邊的廠的遊戲 所以這些設計師 會容易混亂 就是很多遊戲 他們喜歡一起製造 一起製造的時候 所以原稱是GA還是AB 是一個 特別你也有提過 就是Mac 那個 Mac 對 很喜歡Cosso 對 最後試不到 不過我算是Happy 買對 但是我看了少許Gameplay 和我看了它的Columbia 我覺得是頂級的 即是ASMOTE 真的很給錢 所以我本身受歡迎 除了十周年版 可以看到它的Figure 是很帥 也挺帥 另外一個位置 就是Mac 現在的Pandemic 每一年 ASM都會出一隻新的Pandemic 今年的Pandemic 不知道為什麼 它會宣布新的電 Pandemic 之後就會退出去Market 做Retail 就是Mac 會把其他的設計師 去做一個當地的版本 它會像Ticket to Ride 那樣 不同地圖 有些規模一樣 它會把同樣的概念 放到Pandemic 那它第一隻 就是Pandemic 西班牙 就找了西班牙的設計 去做了Pandemic Iberian 就是玩回當年 好像是 我忘記了 是Happy 可以拍一集 就是Pandemic 第二集 找了荷蘭 做那個 水 我住在荷蘭 就知道 因為荷蘭全面是地平線以下 所以 如果水一蓋過來 就可能會出事 以前的荷蘭 會說說荷蘭 就要到荷蘭 我們差不多到荷蘭了 我們差不多到荷蘭了 握到去 那就是說 會玩水浸 就是要去做什麼 今年呢 會找荷蘭的設計 荷蘭的設計 荷蘭的名設計 就是做Food Chain 那間 荷蘭其中一間最上級的 因為它們是專賣重遊戲 也是Happy Fancy 就是Happy 那些Fancy 今年呢 就是羅馬 找意大利的另外一個 出題點 大體的 操作 好 還有還玩Historical 的元素 羅馬帝國的時候 那些人物 究竟是怎樣去做 感覺越玩越大 不知道這個日子 會不會有機會 Pandemic 香港 Pandemic 中國 大家要努力 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們去做到這個Stage 運量統計MAT的合作 那麼 都 幾多東西 我看到Cmon 很多東西都拿出來給人試 那些什麼Victoria Mastermind 好像MCAFULO 還沒試過 然後它 有很多遊戲 都在 給人去玩 很多Pro type 都很漂亮 S1A 真的很誇張 那 總之 我覺得 ASSON所感 就幾樣東西 就是說 原來 看見那些 不同的攤位 擴大縮小 是一件幾分的事 大作 就似乎驚喜 欠奉 但是有很多 延伸 那 就像大家進入搶錢模式 那樣去做 另一件事 就是說 Kickstarter 已經跟這個board game 越來越不能去分開 即是他們的 太 你無論去到這些 那麼大型的戰場 都繼續在說Kickstarter 那最後就是 到很多 叫做 新的作品 分享 那 那 這一集 希望幫到大家 就是 叫做 今年 Action 2018 的數目 所問 聲店長 有沒有什麼 最後什麼 想跟觀眾說 雖然你沒有出聲 都差不多天黑了 我們看不到我的樣子 有什麼感受 什麼特別感受 我們就是感受 真的很累 很累 不過今年我們有進步 進步意思是什麼 進步意思 我們很有效率 是嗎 是啊 BG POTO 真是Goodbye 整個Action 買得最適合的 就是BG POTO 我覺得 我真的需要跟你們 粉絲 講一講 跟我們 將來 Action 應該要準備什麼 其實 就是 應該是一個很長的 題目 我之前拍過一段 但有機會 可能下年再做一個 update version 就是說2019 Action 如果我還會去 有什麼全攻略呢 可以再說 對 多一點分享 我其實 除了 限戰之外 我上一段影片都說過 最開心的就是 走完展 試完Game 賣完Game之後 回到酒店 或者是華盛行 或者是Airbnb 去跟朋友 試Game 那種感覺很棒 上年我都是 我們兩個人在酒店 試 跟其他遊戲 在酒店 聊Game 都很開心 今年還很開心 可以 有些 可能我之前都 宣傳的機器 我們會Action 有些人就走了 特地發訊息 在那裡 找到一些讀者 一起在那裡聊天 聊Game 說我試完這真的可以 然後 一起來我們這間酒店 試Game 我當然是把BG Port的作品 全部很好 不是作品 全部的 不是作品 不是我們做的 就是那些買回來的 Game 全部都開出來 讓大家去試 所以敢人廢虎系列 還有後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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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讀者 那些什麼都好 還教我們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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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件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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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了contact,一起分享 台灣的名設計師,自返,都一起去試遊戲 打算變我們 更輸了,所以才能變很多 更輸一分,我當贏了 我覺得這一種是另一種的開心 比展場買了多少個遊戲,我是更加難得的 所以不知道明年會不會有機會 不知道星天將會不會來 不知道BG-Pod的戰友會不會來 但是真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我始終仍然是那一句 我的氣氛很重要 始終每一個BODGAMER 一定要去一次超大型戰 Ason就是最好的 或者是Gymcon Ason就...因為Gymcon 美國不去美國很麻煩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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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位置很... 很...很...很... Ason也很... 但歐洲始終去不同地方 容易一點 如果美國又要飛 等著遊戲又飛就很麻煩 這件事也是...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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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anyway 希望大家有機會的 就... 來... Ason的話 就早點判斷 如果今天完了之後 明年Ason的日子 都會立即公佈 因為你現在上網查看 都可以查到的了 那... 然後就可以... 有些什麼的... 叫做... 嗯... 對... 希望大家就有機會 都一樣會... 可以去到這個BODGAMER的勝地 就是Ason Spirit 今年就是2018 希望我們的頻道都頂得住 明年繼續可以再拍這些東西 去跟大家分享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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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P的人去試那些遊戲之後再出 review 那些都可能要過幾個星期 再經過 action cam 之後再拍片 密切期待 我和你一樣都是獨正 我都很期待他們試完之後 哪一隻才是神作 哪一隻才能復到爆 哪一隻是以驚喜之作 今年希望他們會再做得更好 記得多點支持我們BGPOD 因為聶伯仁大家真的順意公認識 真金白銀做出來 希望可以分享一下這些東西給大家看 所以今天就來到這裡 我現在就要回到荷蘭 要再開快一點 準備回家 給老婆留意 希望不要出事 好了,Thank you, Bye Bye